新北市行大传出 有侦察座涉嫌侵占查扣的毒品 那么昨天办公室才被搜索 那么这名侦察座讯后被声压禁见 详细状况联系记者林妙如请说 那资料不停遮住脸 低调不发异于走出新北地检树 他是新北市刑警大队陈姓侦察座 日前涉嫌侵占查扣毒品案 22号上午检察官指挥调查员 前往陈姓远警办公室搜索 并查扣他侦办毒品案的相关卷证 晚间讯后被检方裁定生涯禁见 根据了解诚信侦察所 今年初侦办毒品案时 在半年内就逮捕黄性毒贩两次 过程中黄性男子发觉被查扣的 怎么要澄清一下 因此主动向新北警方检举 针对涉嫌侵占毒品 诚信远警则认为 是遭到他连续逮捕两次的黄性毒贩 侠缘报复 而自己是清白的 并没有侵占张证物的行为 不过事实到底为何 还要等调查结果出炉才能得知 不过事实际上 不过事实际上 不过事实际上